大家好我是喵喵 大家好我是營養師怡君 對了喵喵你知道嗎 現在近台灣有三成的人都有便秘的困擾 而且現在人數有一種與俱增的趨勢喔 你說的人就是我 可是我已經有多喝水了 但是這個狀況沒有太大的改善 該怎麼辦呢 例如說我們要多吃蔬菜水果 以今天的蘋果而言 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高鮮食材喔 可是啊如果除了單吃蘋果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變化啊 所以今天來教大家一個 非常好的高鮮順暢飲品 就是我們的香瓶鮮渣飲 我們的材料有蘋果 鮮渣 少許的枸杞 紅麒 跟當歸 那做法非常非常的簡單喔 是 我們只要把蘋果先切塊之後 備用再將水煮滾 那切塊的蘋果我們就是直接放入我們的滾水中嗎 是 非常的簡單 好的 接著我們就拿少許的鮮渣放到裡面 然後再做攪拌 蘋果啊其實在我們食材裡面它是屬於一個 無論是水溶性纖維或者是非水溶性纖維都有非常富有的食材 也意思就是說我們在吃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不只可以吃到 單純像在軟質水果裡面的水溶性纖維 跟蔬菜裡面的非水溶性纖維 我們一次都可以在蘋果裡面吃得到 像鮮渣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脂肪酵素 那它與蘋果搭配的話 我們蘋果它裡面富含了膠質 然後配上我們的脂肪酵素 可以為我們的身體做一個順暢的動作 好 那接下來我看鮮渣呢 已經在鍋內稍微煮了一下 我們還要放入的食材有什麼呢 我們可以放入少量的黃旗 好 黃旗 跟當歸 好的 為什麼會放這兩樣 它是稍微可以幫女性做一個補氣的動作 在冬天的時候女生會容易覺得疲累 其實這兩個食材就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我們最後枸杞其實是在做一個調味跟點維的動作 那其實它也有富含維生素C 它跟我們的蘋果是非常完美的搭配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滾了 我們大概要滾多久呢 如果按照這樣的話 我們大約要滾10分鐘 是 我們的香檳天渣椅已經完成囉 那我們趕快來品嘗看看吧 好香喔 有沒有很濃很濃的蘋果香出來 是 有喔 那我們趕快來品嘗看看 好 那我來幫你 又來嘗嘗看 好香喔 很香的蘋果香 沒錯 先喝喝看這個湯 酸酸甜甜甜的 酸酸甜甜的帶著蘋果的味道 沒錯 好 那我要吃吃看裡面的果肉 也很好吃耶 有酸甜的口感喔 吃水果的好處真的很多 我們以蘋果為例 像蘋果的話它就擁有了非常豐富的 非水溶性纖維跟水溶性纖維 那什麼是非水溶性纖維呢 一般我們常見在吃蔬菜上面的這些卡菜絲 它就是非水溶性纖維 那水溶性纖維常見在我們吃的軟質水果裡面 而蘋果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同時擁有了豐富的非水溶性纖維 及水溶性纖維 而且它還有豐富的果膠 在我們吃這些東西上面的話 例如說我常常大魚大肉等等 它就可以為我們身體做非常好的身體進化 體內環保的效果喔